最近南北半球包括了加拿大还有智力都有严重的空无肆虐 树林被烧到了焦黑 加拿大西洋的新斯科西亚省跟魁北克省 最近持续的遭到野火肆虐 两万六千多人被迫撤离 新斯科西亚省西北部的野火已经受到控制 但西南部的野火仍然在烧 近年以来 加拿大就有超过八百万英亩 约三百二十三公顷的面积遭到野火烧毁 而这也引发了严重的空污问题 加国的媒体报道 魁北克中南部的空污比印度的德里还要严重 这波空污美国也遭殃 保守空污清晰的还有南半球的智力 正值冬季也是空污严重的时节 首都圣地牙哥浓浓的雾霾笼罩的天空 自立的气候学者表示 自立的夏天有臭氧污染 冬天又有细旋浮为例 PM2.5的污染问题 圣地牙哥超越了波哥大跟墨西哥等地 成为美洲大陆空污最严重的城市 呼吸道感染的病患大增 其中不少是儿童 专家指出PM2.5肉眼难以看到 但细微道能够进入呼吸道导致发炎 也呼吁民众多洗手跟戴口罩 以免成为空污的受害者 综合报道